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卷到一个学生的脖子上 那么当然对这个学生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这个老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呢 原来这个学校当时正在举办一次时装展 让这些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意 穿上有自己特色的衣服回到学校来个比赛 那么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把川普的 让美国再次强大这样的标语穿在了身上 老师看到这个标语就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所以就拿出这个水手拿一个旗子就卷在这个学生的脖子上 那么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议论 为什么这个老师看到学生身上穿了一个 印有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标语就陷入了疯狂 那么很多这个社会学家以及一些心理健康学家 那么就讲到了这个词TDS TDS的全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 其实以某个总统的名字来任命一个综合症 在美国并不是第一次 过去有奥巴马精神错乱综合症 还有小布希精神错乱综合症 那么这个精神错乱综合症 这个TDS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当一个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常的时候 但是唯一他对总统 对总统的一些言行会令他受到极大的刺激 在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就开始流行这种病 这个病一开始的第一阶段 是让这个患者彻底失态 川普总统的任何一句话 任何一个推特都会令他陷入 这个极度愤怒的疯狂当中去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胡言乱语 第三个阶段 所有川普总统的一切言行 都会让他言行或者这个举止失措 那么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有不同的政治派系 民众对不同的政治观点 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 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但是近年来在美国 对政治人物也好 对政党也好 出现了这样一种行为 就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 那么众多的假新闻 在社交媒体上 甚至在主流新闻媒体上 不断的流行 那么这些不断流行的假新闻 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受众 让美国的受众 判断是非出现了问题 今天这种假新闻 我们经常看见 在媒体上比比皆是 我们来举个例子 前不久在美国的纽约时报 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 说川普的私人总统 柯恩在国会作证 证明川普就是一个 没有道德的总统 证明川普犯有通俄罪 但是报道里面并没有说 柯恩还有最后一句总结的话 柯恩说 川普有可能通俄 但是我没有证据 那么柯恩在国会作证 讲了很多 他跟川普之间的故事 那么这些媒体描述说 柯恩在国会 揭露了很多 川普违法的事实 看到这个新闻 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愤怒 川普原来有 这么多违法的事实 川普原来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总统 但是没有人问一句 既然柯恩在国会 这个美国最高立法机关里面 揭发了川普很多很多罪行 美国的执法机关哪里去了 美国的检察官哪里去了 美国的法官哪里去了 难道没有人根据柯恩 所揭发的这些犯罪事实 去起诉川普 去逮捕川普吗 结论只有一个 柯恩在国会作证 他对川普所谓的 不道德所谓的犯罪 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象 进行推演 柯恩为什么要推演这些 所谓的犯罪事实呢 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行 因为他跟特别检察官穆勒 达成了认罪协议 认罪协议里面有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要站出来抹黑川普 让民众看川普的形象 越来越负面 这就是我们看到 柯恩为什么已经被法官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半 但是他还可以不去监狱里面 先到国会进行了两次作证的重要原因 再有一个 最近也有媒体根据柯恩在国会的作证 对川普做了这样一番描述 说川普这个人表里不一 表面上是个总统 其实私下在做自己肮脏的事情 那么新闻事实何来呢 那么据纽约时报说 他们拿到了川普六张 开出支票的这个存根 那么我们就很奇怪了 川普这六张支票 存根纽约时报拿到了 这里说明了川普 是什么样的罪证呢 纽约时报说 川普在大选前 总共开出了12张支票 这12张支票里边 据说记住了是据说 有开给声称跟川普 有特殊关系的两位女性 用于给他们的严口费 那么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川普这六张支票的存根 被纽约时报拿到了 纽约时报又从哪里知道 这个存根是川普付的严口费呢 是不是川普在存根上 特别有个著名 付某某女性严口费呢 当然不是 但是纽约时报 根据他们的想象认为 川普在大选前 以及他上任之后 总共开出了12张支票 这12张支票里边 就有付给那个女影星的严口费 我们从时间逻辑上看 川普如果要付严口费 当然是在大选前 因为据说他很担心 那两位女星站出来 指控他们之间有特殊的关系 来影响川普的选情 既然川普都上任了 严口费恐怕也就不必要付了吧 为什么在大选前到上任后 总共有12张支票呢 好 第二点 纽约时报说 我们看川普的行程 他当选总统之后非常忙 但是很多支票是在他非常忙的那天 签出来的 纽约时报还十分仔细的把川普 某一天的行程给列出来 比如说接见哪个国家元首 召开什么会议 然后这张支票就是在那天发出来的 所以逐渐川普表里不一 表面上处理国事 私下里在处理自己的失事 那么看到这里 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 作为一国总统 作为美国总统在上班的时候 不能签一张支票吗 这张支票是不是付给女性的严口费 本身是一个大疑问的 那我们要问的是 美国哪条法律 或者白宫哪条规则规定 川普在接见外国元首之余 在他中间休息的时候 不可以签一张支票呢 而这张支票又怎么样证明 是用来做肮脏的生意呢 所以今天在美国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新闻 你光一看这个题目 十分不得了 川普无耻 川普无赖 川普是个有犯罪嫌疑的人 川普通俄 但是我们看这种新闻要认真看看 里面他描述的是什么 看完他的描述之后 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大概就知道 新闻里面所描述的是不是事实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前不久 有一位美国的中学生 在华盛顿广场 被拍了一个视频 说这个学生用轻蔑的微笑 在挑衅一个印第安部落的 这个酋长 那么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所有的媒体 包括CNN 包括华盛顿邮报 都指责这个学生 对这个印第安的酋长不礼貌 这是川普的支持者一贯的行为 因为这位中学生头上 带来那顶小红帽 小红帽上面有Mega这个简写 就是川普所说的 让美国再次强大 所以今天在美国 如果你戴一顶小红帽 你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会被冠上川粉的名字 所有的川粉 没有一个好人 是五流媒体 就在营造这种氛围 所以这位中学生 被很多人在网络上攻击 后来事实出来了 这位学生是受到挑衅之后 是受到几个非洲裔的人挑衅之后 受到这位印第安酋长的挑衅之后 他保持脸上的微笑 试图平息这个挑衅 不愿意跟对方发生冲突 现在这位中学生 已经状告华盛顿邮报跟CNN 让他们分别赔偿2.5亿美元 2.5亿美元 当然不一定是个合理的赔偿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当时所有攻击 这位无辜中学生的媒体 对这位中学生有半句道歉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媒体的氛围 最近在美国有一个APP 非常红 出来一个月有大量的下载 那么光是评论就5000多条 这个APP是什么呢 是六三红色安全 你光看六三红色安全 恐怕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APP是干什么的 那么这个六三红色安全的 作用是什么呢 原来它是告诉川普的支持者 在全美国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你可以去安心的用餐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川粉是一个负面的词 经常会受到批评指责 甚至殴打 包括川普核心团队 内阁团队的人 也免不了这种待遇 大家还记得白宫的发言 桑德斯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 因为餐馆的老板反川普 所以把桑德斯赶了出去 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 也有这样同样的待遇 今天在美国 支持一个民选的合法总统 成了一种罪行 这就是目前美国的政治氛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